謝謝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時任 像剛才我們在討論的是 那個同時的人士脫離了世上的哲學 但我是覺得說哲學是世界上最難懂的學問 也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所以我們就是說在討論之後 若是說沒有照亮的話就沒有請示 裡面沒有勝過的話 在外面怎麼躲都躲不掉 我覺得就是說在這個訊息裡面 有一些話是很不錯的 那再來就是說同時的人 還有與基督同時 當然史智的話就是說 按照他來講就是這個人就是死人 但是與基督同時的話 是我們呢就是已經 就是說你就是已經有更新過的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我是覺得說 因為同時的人是脫離了世上的哲學 對嘛那把它分開 我是覺得說把它分開來理解的話 會比較好理解 第一個就是說如果說還沒死之前 我們還是活在世俗裡面的人 我們可能就是說 像肉體的食慾 或者是你有物質的食慾 我們是完全就是沒有辦法去控制 甚至就是說會很受就是誘惑 那與基督同時 也就是說我們已經回來 來到了基督的面前 與基督同時也就是說 我們已經脫離了 就是說一些過去 所以說呢整體來說的話 我們基督徒乃是與基督同時的人 接受基督十字架的事實 就是最後我們會來到自己的事實 這樣子 大概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Amen